王曼玉的法兰克福之旅实力与魅力的国际认同 近期王曼玉在法兰克福的赛前训练引起了广泛关注 他从酒店出发步行前往大巴车的过程中 发生了一段令人难忘的插曲 一名外国球迷在人群中发现了他 激动地奔跑追赶 只未能得到他的签名 这一场景不仅展现了王曼玉在国内的知名度 更凸显了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王曼玉的知名度在国外的提升 无疑是他实力的体现 作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 他的每一次比赛都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 和对个人极限的挑战 他的每一次挥拍 每一次跑动都凝聚了无数个日夜的心情训练和汗水 正是这样的努力 让他在赛场上屡屡取得佳绩 成为国内外观众心中的明星 在法兰克福冠军赛场馆内 王曼玉的巨大宣传海报随处可见 这不仅是对他个人实力的肯定 更是对他作为运动员精神的赞颂 这样的待遇在国内比赛中也并不常见 而能够在国外得到如此高度的认可和宣传 更凸显了王曼玉在国际体坛的地位 这为外国球迷的追赶签名行为 不仅仅是因为王曼玉在比赛中的出色表现 更是因为他所散发出的独特魅力 这种魅力来自于他的自信 坚韧和乐观 在赛场上 他总是以最饱满的精神面貌 面对每一场比赛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和美感 这种力量和美感不仅打动了国内观众的心 也征服了国际上的球迷 老外看待运动员的态度简单而直接 你能打有实力就有魅力 王曼玉的实力和魅力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 这也从他在国际比赛中的高人气 和众多粉丝中得到了体现 他的成功不仅为中国体育争光 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运动员的精神风貌